加拿大硕士留学必看的罪权攻略来了 千万不要什么都不懂就去申请加拿大的硕士了 留学必看的攻略你一定要看 先收藏再看完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世景思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每周我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移民留学的干活资讯和心得 欢迎各位朋友的关注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做一对一的沟通 利好的工签和移民政策 学费和教育质量的优势 安全的舒适性和生活的环境 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前往加拿大留学 2022年有80多万的在家的留学生了 加拿大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高 但区别于国内的严禁宽出 加拿大都是宽禁严除 加拿大当然没有985也没有211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分类 根据办学的规模办学的目的 分为一博类大学综合类大学和基础类大学 其中研究生以及博士生阶段 主要教育资源集中在 一博类大学和综合类大学里面 一博类大学具有广泛的研究机会 博士学位以及医学院 办学的规模最大 学科设置最全面 科研实力强劲 主要就是培养高端性人才 综合类大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上 有大量的研究活动和广泛的课程 包括专业的学位 学校的课程类别综合全面 开展大量的学术研究 即研究与教学与大成 那么基础类的大学 主要集中于本科的教育 研究生课程和博士类的课程相对比较少 那加拿大硕士 按照类型分为 授课型的硕士和研究型的硕士 授课型的硕士 是以授课的形式为主要的学习方式 学生只需要修完课程学业作业和考试 就可以毕业了 那有些学校要求做一个毕业设计 但是不用答辩 授课型硕士不做研究 也可以没有导师 或者仅挂在一个导师的名下 毕业的时间取决于你 修课的快慢速度 以及学校对毕业学分的要求 一般来说 一到两年可以毕业 如果打算硕士毕业之后就工作 选择授课型的硕士就比较合适了 因为授课型硕士培养的是 学生的研究能力 团队合作和公开演讲或调研的能力 这更符合就业的需求 而研究型硕士主要是以研究专项课题为主 需要完成指定的修课的学分和研究的学分 需要跟导师做相关的研究课题 完成毕业论文答辩 并获得通过之后才获得学位 研究型硕士是对于某项课题进行专门的研究的 如果学生想在所选的专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或者打算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的话 选择研究型的硕士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加拿大硕士选校有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是申请学校的范围要尽量大一点 把这个档次和段位拉开 没有最好的大学只有最适合你的大学 第二重视专业的排名 兼顾综合排名 第三区域的选择对于某些专业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学生的背景要求 要基本满足于申请学校的要求 避免盲目的定校 要做好保底原校 第五呢 加拿大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移民政策 要根据自己的移民需要 推荐不同省份的学校 第六申请的时间 要提早尽早做好准备申请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大家在申请的时候也要注意到 如果没有把握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让我们给你来把把关 那第一个呢 是申请加拿大商科专业 要求提供GMAT或者GRE成绩 其他大部分的加拿大硕士的项目 是不要求GRE成绩的 但是好的GRE或者GMAT成绩 能够有效的提升 你的申请的竞争力 第二 加拿大大部分的硕士的开学日期 是每年的九月份 少数的学校才有一月份的开学 但是也有部分的专业 能在四五月开课 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课程 不对应届毕业生开放 那么第三 加拿大硕士的项目呢 一般是在每年的九到十月份 开放申请 那么院校审核时间也比较长 并且部分专业 要求在正式申请之前 提前两到三个月提交预申请 通过了才能提交正式的申请 所以想要申请加拿大的硕士的同学 一定要尽早准备 尽早准备好材料 递交申请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 加拿大硕士的问题 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吧 我们这期的视频 我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别忘了一键三年 我是加拿大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事情司 关注我的频道 不要错过移民留学的干货资讯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阿维码后座一对一的沟通 别忘了一键三年 我们下期再见